体育世界今日关注 中国队获得2024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混合团体赛冠军 亚青赛决赛今天在印尼日热进行 中国队大比分3比1 击败韩国队时隔6年重夺亚青赛团体冠 颁奖仪式上 中国队队员拿着张志杰的球衣登上领奖台 告慰不幸离世的队友